中国曾经有这么一个票选 选出影响力最大的十首诗 而李白的《静夜思》拿下了第一名 《床前明月光,一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么一首用词简单、淳朴的诗 却是写出了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令人怀念的故乡,引发了共鸣 只要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都能够郎郎上口 李白跟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 都曾经有满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 但是却因为他的个性不渐荣于朝廷 而没有办法发挥 他的诗表面上看起来乐观洒脱 甚至有人形容他的诗里头没有冬天 但是只有他的好朋友杜甫 看得出来他每天饮酒作乐 其实是想掩饰内心的失落感 不过他也曾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最后也证明了 李白的才能是在文学上 而不是在政治上 否则一个没有李白的中华文化会有多黯淡呢 恐怕你我都不敢想象吧 我是林依儒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历史风云渐往之来 请继续锁定热血之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